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留学美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熊猫眼的告别仪式 战胜时差的终极指南 2嘻哈语诗歌 美国校园文化的双重奏 3心条旗下的语言角 留学生的口语提升秘籍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熊猫眼的告别仪式 战胜时差的终极指南 各位尊敬的时差受害者们 今天我们要举行一场非同寻常的告别仪式 是的 我们要向那些因为时差而形成的熊猫眼说再见 熊猫虽然可爱 但是熊猫眼可不是我们想要的装扮 所以 让我们开始这场战胜时差的终极指南 让你的生物中不再是由航班时刻表来调节 首先 我们要了解敌人 时差 或者用他 那高大上的名字来说 就是昼夜节律失调 这个看似无形的小家伙 实际上是由我们大脑中的一个叫做是交叉上核的区域控制的 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你内部的瑞士钟表 如果你飞越了几个时区 这个钟就可能会走得太快或太慢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战术 以光线操控 在适当的时间暴露在光线下 是调整你的生物中的关键 如果你向东旅行 尽量在早晨接触阳光 如果向西 那就在傍晚沐浴在夕阳下 这样做可以欺骗你的大脑 让他以为黑 是时候醒来 睡觉了 二 逐渐调整睡眠时间 在出发前一周 每天将睡觉和起床的时间调整15到30分钟 逐渐接近目的地的时间 这样的话 到达时你的生物中就不会感到太震惊 三 饮食调整 有研究表明 饮食也可以帮助调整生物中 所以 在飞行前后 尝试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污的食物 这可能会帮助你 更快地适应新的时区 四 保持水分 飞机上的空气非常干燥 所以多喝水是必须的 避免酒精和咖啡因 因为它们会干扰睡眠 并且可能会让你的熊猫眼更加显眼 五 短暂的小睡 如果你实在太累了 小睡一会儿是可以的 但不要超过20分钟 否则 你可能会陷入更深的睡眠周期 醒来后 会感到更疲惫 六 使用时差补救应用程序 现在有很多应用程序 可以帮助你规划睡眠和光照 以减轻时差的影响 科技总是我们的好朋友 最后 记住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来找到最适合你的战胜时差的方法 但是 只要你坚持使用这些策略 熊猫眼中将成为过去 现在 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护照 向那些黑白相见的眼圈 说一声庄严的再见 并迎接那些充满活力 没有时差的美好早晨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嘻哈语诗歌 美国校园文化的双重奏 当然 嘻哈语诗歌 在美国校园文化中的融合 这是一个既严肃又充满乐趣的话题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 而不识幽默的方式 探讨这一现象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嘻哈音乐和诗歌 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对奇怪的传扮 一方面 嘻哈音乐以其强烈的节奏 直白的歌词和街头文化的背景而闻名 另一方面 诗歌则通常与文学的精致 深奥的隐喻和书卷气息联系在一起 然而 当这两者在美国校园中相遇时 就像是把莎士比亚和捷一 Z放在同一个课堂上 结果 出奇的和谐 嘻哈音乐的诞生 本身就是一种街头诗歌的表现形式 MC们 即说唱歌手 通过他们的韵律和押韵 讲述了城市生活的故事 表达了社会不平等 个人挣扎和胜利的情感 这些元素在传统诗歌中 也是常见的主题 因此 当嘻哈走进校园 它就像是穿着运动鞋的诗人 用节奏和韵律 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在课堂上 教授们开始利用嘻哈音乐 来教授韵律 比喻和其他文学手法 学生们可能会分析 肯德里克 拉玛尔的好孩子 MA.AD程 来理解现代叙事诗 或者研究碧昂斯的柠檬汁 来探讨女性主义和种族身份 这些作品中的复杂性和深度 让学生们意识到 嘻哈不仅仅是背景音乐 而是一种有力的文化表达 而在校园的诗歌朗诵会上 你会发现 学生们用说唱的方式 来表演他们的作品 他们可能会在诗歌中加入节拍 或者在说唱中穿插诗句 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这种形式既有嘻哈的酷炫 又有诗歌的深邃 有趣的是 这种跨界合作 还催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比如 你可能会在校园里 看到一个穿着宽松牛仔裤的学生 在诗歌研讨会上 引用艾米利 迪金森的作品 或者在说唱比赛中 听到一个穿着西装的学生 用莎士比亚的语言来说唱 这种文化的混搭 不仅打破了艺术形式的界限 也让校园文化 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 总之 嘻哈与诗歌在美国校园中的双重奏 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它证明了艺术的界限 是可以被打破的 而且 当它们融合时 可以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形式 这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探索 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革命 它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背景下 人们共同创造美的可能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条旗下的语言角 留学生的口语提升密集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些在星条旗飘扬下 为了口语提升 而挣扎的留学生们的密集和趣事 首先 我得告诉你们 学习语言是一场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冒险 尤其是当你身处一个以咖啡为coffee 以自由为freedom的国度时 首先 我们得认识到一个事实 在美国 口语并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点到正确的汉堡包 它还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一种生活的节奏 所以 留学生们啊 你们的口语提升之路 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 更是文化的融入 现在 让我们来揭开留学生口语提升的密集 一 跳出舒适区 你可能在国内英语考试中得了满分 但在美国人面前说 hi lo 却突然变成了哑巴 别担心 这很正常 密集 就是要勇敢地跳出舒适区 大胆地开口 哪怕一开始 是带着浓重的口音 二 模仿大法 找一个你喜欢的美剧角色 模仿他们的说话方式 不要害羞 把自己的浴室 变成你的好莱坞剧场 成为下一个沙发里的梅里尔 斯特尼普 三 交朋友 多交朋友 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交朋友 不仅可以提升你的英语口语 还能让你的世界观变得更加国际化 当然 如果能交到美国本土的朋友 那就更加分了 四 参与校园生活 加入一个俱乐部 参与一个志愿者项目 或者加入一个运动队 这些都是练习口语的好机会 同时也能让你的留学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五 不要害怕犯错 记住 即使是美国人也会犯语言错误 所以 当你说错了什么 别紧张 笑一笑 学会自嘲 然后继续前进 六 利用科技 现在有很多应用程序 可以帮助你提高口语 比如语音识别软件 可以让你练习发音 还有各种语言交换的平台 让你找到语办 七日常生活中的小练习 比如在点咖啡时 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达 或者和超市的收音员闲聊几句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练习 其实是锻炼口语的好机会 最后 我要分享的秘籍是 保持幽默感 语言学习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 但同时也是一条充满欢笑的道路 当你能够用英语讲出第一个笑话 并且让周围的美国人笑起来时 你就知道你的口语已经不仅仅是提升了 你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心条旗下的文化了 所以 亲爱的留学生们 拿起你们的秘籍 大步向前 去征服那些 看似高不可攀的语言障碍吧 记住 每一次的尝试都是一次成长 每一次的笑声都是一次胜利 加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万圣节的面具 留学生的节日文化体验 万圣节 这个起源于古凯尔特人的节日 如今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年轻人 尤其是留学生们热衷参与的文化盛宴 每到10月31日 无论是在美国的长春藤盛宴 还是在英国的古堡优惠 留学生们都会摇身一变 成为这场万圣狂欢的忠实拥顿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万圣节的面具 面具 不仅仅是一种遮面的工具 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一种角色的扮演 以及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留学生们在这一天 可以摆脱日常生活中的束缚 化身为超级英雄 电影角色 甚至是恐怖的怪物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化妆舞会 更是一次跨文化交流的实践 有趣的是 万圣节的面具 不仅仅隐藏了留学生的面孔 还暂时隐藏了他们的文化背景和身份 在这个夜晚 大家都是平等的鬼怪与精灵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扮演着德古拉伯爵 而一个来自巴西的学生 可能会化身为日本动漫中的角色 这种文化的混搭和自由表达 正是万圣节魅力的所在 然而 面具背后的故事往往更加精彩 比如 有一位留学生在万圣节选择了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鬼怪 跳梁小丑的面具参加派对 他的外国朋友们对这个面具充满了好奇 这不仅仅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传统鬼怪故事的讨论 更让这位留学生有机会向他人介绍中国的鬼文化和节日习俗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 一位留学生因为怕麻烦 直接带了一个自己的面具 他用3D打印技术制作了一个自己脸部的面具 结果 他在派对上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人物 因为大家都想体验一下变成别人的感觉 这不禁让人思考 面具的意义究竟是隐藏自我 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展示自我 总之 万圣节为留学生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体验平台 他们可以在这一天尽情地探索和表达自己 同时也能够体验和学习其他文化 面具背后是无限的想象和创造力的展现 也是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开始 而对于我们这些观察者来说 这些留学生们的节日文化体验 无疑是一道道精彩分成的文化大餐 我们既是品鉴者也是见证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校园电影节 美国大学生的影视之作梦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充满了创意 激情 还有偶尔一些不那么专业特效的世界 美国大学生的校园电影节 首先 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群穿着格子衬衫 眼镜胶带黏着的电影制作星星们 他们的手中拿着最新款的智能手机 或者是父母旧相机 准备拍摄下一个可能会在YouTube上 疯狂传播的短片 这不仅仅是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 更是一场与睡眠时间的较量 因为我们都知道 灵感总是喜欢在凌晨三点偷偷拜访 校园电影节通常是一场视觉盛宴 有时候也是一场耐心的考验 你可能会看到一部 由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拍摄的深刻心理剧 探讨现代人的孤独感 但是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沙发 其实是两张椅子上放了块毯子 创意十足 预算却是 嗯 我们称之为艺术性节约 然后你可能会遇到那些充满野心的导演 他们试图在20分钟的短片里塞进一个完整的科幻宇宙 结果呢 你得到了一部特效看起来像是用微软画图和PowerPoint制作的电影 但是让我们诚实一点 那份热情和创造力绝对值得点赞 别忘了那些喜剧短片 学生们尝试用幽默来解决所有问题 包括但不限于 考试焦虑 是有冲突 甚至是咖啡机坏掉的悲剧 他们的笑点 有时候很高级 有时候却又低到 让你不得不笑出声来 当然 校园电影节也是一场社交盛事 这是一个展示自己才华 结交志同道合朋友 甚至是像那个电影学院的可爱同学 展示你的剪辑技巧的机会 谁知道呢 也许就在这里 下一个斯皮尔伯格或是凯瑟琳 毕格罗会在一片掌声中诞生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评委 他们通常是由学院的教授 和当地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士组成 他们会尽力保持严肃的面孔 评价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和技术性 但是在看到一个用纸板和银色喷漆制作的高科技飞船时 他们也会偷偷地笑出声 总之 校园电影节是一个充满创意 激情和梦想的地方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大导演 或者至少 是下一个在朋友聚会上讲述 我曾经在大学电影节中 赢得最佳剧本的有趣人物 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创造性实践 它证明了 即使是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梦想和电影魔法也能够被实现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熊猫眼 嘻哈语诗歌 时差受害者 万圣节面具 留学生口语提升 和校园电影节等话题 通过这些讨论 我们不仅了解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原理 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熊猫眼告别仪式 教会我们如何战胜时差 让我们告别那些黑白相间的眼圈 嘻哈语诗歌在美国校园中的双重奏 证明了艺术的界限是可以被打破的 而且当它们融合时 可以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形式 时差受害者们 也可以通过光线操控 逐渐调整睡眠时间 饮食调整 保持水分 短暂小睡 和使用时差补救应用程序来战胜时差 留学生们可以通过跳出舒适区 模仿大法 交朋友 参与校园生活 利用科技 日常生活中的小练习 和保持幽默感来提高口语 而校园电影节是一个充满创意 激情和梦想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大导演 总之 这些话题都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和勇气 无论是战胜时差 还是将嘻哈与诗歌融合 或者是通过口语提升来融入新的文化 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类的无限潜力 让我们一起探索 学习 分享和创造 让世界变得更加有趣和美好 现在 我要听听你们的想法了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想要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和观点吗 让我们一起来 继续这个有趣的讨论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